每个披萨19块9 大家好,我是程飞 咱们今天来吃个棒约翰披萨 主要是因为听说他家新出了一个 19块9的披萨盲盒 然后是需要在这个抖音平台上买券 并且每天的8点半之后才可以开启兑换 那咱看看这个盲盒怎么样吧 这来买盲盒的人还真是非常的多 东西领到了啊 但是他那块人太多了 根本没地儿 咱们找个地方去尝尝它 现在有一点比较恶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这个披萨每个是19块9 但是他还要强制的每个披萨收你两块钱的包装费 那我这三个披萨他就收了三个包装费六块钱 我跟他说那你给我装到一个盒子里头压在一起 我无所谓没关系 然后也给我拒绝了这个不行 这个强制捆绑就是让人挺不舒服的 那你说这个简络披萨这个活动 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库存 避免这个食材浪费的这么一个环保型活动啊 那我也是出于环保目的 我一个盒能解决的事 我干嘛用三个盒呢 是不是 那咱看看这个都有什么吧 一个是馅 它那个种类馅料完全随机 另一个可能是型号都随机啊 比较普遍的是9寸 然后也可能会有12寸14寸 从这个形状上来看啊 应该至少有个12寸的 应该至少有个12寸的 然后还给了这个酱和手套 三个酱四伏手套 两个9寸 一个14寸 运气还不错 毕竟这个纯随机啊 你要是单买一个 可能大概率就是9寸的了 这个就是三个披萨 每个披萨19块9 这个和这个馅料好像有点像啊 然后这个多了几片火腿 要是能够领到一个14寸 还是挺直的 毕竟一个14寸比两个9寸面积都大了 刚烤出来面饼还很松软的啊 但是芝士的量感觉不够啊 就是没有披萨味儿 这就感觉纯细是打卤囊了 这些馅料都比较简单 鸡肉 香肠 青椒 玉米粒 就是一个简单拼凑 把剩下的料都给用上了 这蒜香酱怎么黄了吧 滴得跟个奶油似的 确实有蒜香味儿啊 蒜香酱 蒜香酱里头没有蒜 蒜香酱里头没有蒜 而且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这个蒜香酱 非但没有增添它的这个风味儿 反而平白无故平添了一分腻啊 这个是现在是三层披萨落在一起啊 这明明可以盖得上啊 因为盒子里头能放三层的啊 是不是 这样难道不是更节约更环保吗 这个是三层披萨 这个是三层披萨 吃吧 确实感觉它在披萨 这个味道水平 稍微的 差了些啊 几乎没有芝士的味儿 整个算是个 有味的发面饼 而且它这披萨吃的感觉确实也是有点 一样 吃了两个9寸 差一盐 然后14寸吃了两盐 咱们这个大晚上的就不多吃了啊 剩下这个就打包带回去 留着明天当早饭 那我自认没有 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比较爱吃披萨的了 但是它家这个披萨味道真的有点一般啊 但是它这个活动的性价比还是确实是OK的 它店里一个9寸披萨原价是69块钱一个 你打死我都不会买哈 这个19块9 买一个9寸披萨 下班之后路过这帮约翰吃个热乎的油味的饼 因为你毕竟你像这个叫西餐界蜜雪冰城 萨利亚 他家的8寸披萨也得22块钱起 这么相比之下这确实的性价比还是值得的啊 有兴趣的可以买个尝尝 那么好的 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